Hello!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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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了電話來做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Page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那個Live Video 那個按鈕 有沒有人知道 咦? 是不是有個按鈕呢? 現在突然出來了 如果是我馬上打架它 咦?不是啊 它跟我說的人正在看 即是Facebook不要經常改版 真的崩潰 Hello! Hello! 你好 現在呢 不好意思 大家都知道我的技術含量是有多高 我知道你們現在看到是很小 還有一條直線 但是我打橫是會錯了 我上次試過 你記得有一次生同同學會 我跟Jelly布丁 因為要兩個人一起進鏡 所以要打橫 打橫了 你們看見就真的打橫了 那呢 你看一會 有沒有人懂得用Facebook的Page 可以告訴我問題到底在哪 其實為什麼那個Live制不見了 哎呀 你不要經常改版 煩不煩 你改完之後又過了 人們是不懂得用的 真是崩潰 嗨 大家好 其實我現在是京都的 我是自從去年 去年的什麼時候呢 讓我想想一下 自從去年的五月 是我最後一次去日本 也是我最後一次真正去旅行 然後我知道這個時候 不是呀 你去年飛了很多 是 但我去年後期的飛 全部都是上課的 就不是去玩的 那我去年五月那次是最後 那我已經在香港 吐到 還有你知香港的氣氛 或者有些人喜歡用的字 叫做氛圍 就是急劇變化 那人就很大壓力 那我就覺得 真的必須要逃離現場一會 那這個呢 我說的是 Empty the Barrel Barrel 即是釀酒桶 例如你喜歡喝威士忌 威士忌是從一個釀酒 到釀酒 那你這個Barrel 如果越來越滿的時候 就是越來越多東西在裡面的時候 那你就越來越少空間 那你就會好像壓力波一樣 去到滿捨的時候就會爆了 那這樣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要Empty the Barrel 讓它可以慢慢清 慢慢清 不要一直塌下去 然後去到身體已經不懂得再清 那這個Barrel effect 就叫做Environmentally Sick 我們要給周邊的環境 那環境不只是 旁邊的房子打爬了很大聲 或者是住屋空間 即是像Sophie Foo 或者是住屋空間 因為很小所以很壓抑 不單是這樣的 包括可能你的工作壓力 而有些人的工作壓力大 但他會掃豬於喝酒 吃煙 或者是不斷地在街上走來走去 游來浪蕩都不想回家 這樣有 即是這一種 都是我們叫Stressor 即是壓力軟 這一個是擺一個醫生提出的 叫Doris Rapp 是一個年紀相當大 我相信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Doris Rapp 去提出Barrel effect 我想一般你去看的家庭醫生 他未必會跟你說 你適時到後都要自己清理一下 其實今天主要的題目 都會跟大家說一件事 我想問一下大家 現在收音清不清楚 因為你們看到我撿行李箱 就撿漏了一個咪 即是那條線 而且我現在在京都 京都是不熟的 所以我就沒有那條線 我就不知道你們現在收得清楚 給我一點反應 讓我大約知道 我現在還在看 我有沒有機會 可以用一個Laptop做 如果用一個Laptop做 你們就可以看得比較舒服 但難怪 我現在還未找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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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說 回答一回答 Sange Dorma 一個藏文名 麥倫杯倒出來的水 可不可以煮熱? 不建議 最好直接用那個杯去喝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水裡有礦物 所以我們倒下去 那它的礦物質 從水裡面 遇到礦物 即是它本身成長的環境 是經過石頭 的歷練 然後 我講天然的礦泉水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反應 這個叫Vibrational Energy 即是共振的力量 所以水裡面的礦物質 結構會不同了 所以我們才用這些杯 如果你說我只想要一個很漂亮的杯 其實日本有很多很漂亮的杯 但我們不只要它漂亮 我們其實是要它能夠 令到礦物重新排列的功效 那你說它會不會令到它多了 或者少了 其實不會的 它只會令到它的排列不同了 那排列就像雪花一樣 它的樣子會不同了 那你同一個水的來源 譬如舉例 我不是提到俄羅斯石嗎 俄羅斯石的濾水器 那我假設你做9杯水出來 那你倒進去9個不同的麥倫杯 那你去擺放完之後 倒出來那個水的礦物結構 都應該是不同了 因為它對應裡面的石 它會有不同的反應 那這一個你們可以看看 有一位叫做江本聖博士 曾經在聯合國也有發表過 那當然也有人問過 是真還是不是真 那永遠這個世界 所有東西都是 不會有人全部相信的 就是這樣說 譬如 即使強於聖經好不好 都有人是不相信聖經的 那或者是可蘭經一樣 我意思是說 你沒有一套的方法 能夠適用於所有人 或者是能夠令到所有人都信服的 所以就正如我講我所相信的東西 我講我相信 而我自己試了是work的東西 但一樣會有人不斷地challenge 尤其是那些很相信醫生 很相信權威的人 我那套東西是絕對不適用在他身上 只能夠說道不同不相為謀 但也會有些人說 我不相信制義的 我只是相信中醫的 那不同的人都有 但我經常都說 希望大家能夠堅挺 希望大家能夠open-minded些 即什麼都聽一下 什麼都試一下 當然不是叫你試毒品 試一下濫膠 試一下吃有毒的東西 不是 就是你問我 我連河豚都不會試 因為老實講 每個人都跟我說不怕的 他們有牌的 然後他們每年都要再考過牌 要review牌的 但我也可以告訴你 每年都死了很多件 很多客人走去那些持牌的地方 吃河豚都死了 或者是很嚴重的神經受損 因為會有意外發生 所以我就不希望發生這件事 周日我和姐利普天聊天 我們會說其他事情 但我都說 其實你想想這件事 到最後是在哪個的risque 就可以了 即是如果這件事有任何的後果 這個後果是誰承擔 風水佬可以騙你10.08年 醫生開了藥 你回去吃 但你自己知道 正如你如人喝水 冷亂自知 那件事可不可以 譬如你說 我看我的胃酸倒流 我看西醫吃藥 吃了很多年了 事得事不得 那這個就是 我為什麼跟你們說 你看一件事 不是看一個單面那麼簡單 如果我就拿回胃酸倒流 去解釋 和Sanji Dorma的案件去說 我舉例子 我不是說你是 但譬如那個人的胃不好 整天都要吃胃藥 胃酸倒流 胃痛 胃氣障 如是等等 好了 你看西醫 西醫就會開胃藥給你 可能他會說你胃酸倒流 胃酸過多 他甚至未必會解釋為什麼 這是西醫的做法 他們不會太過解釋 這跟功能醫學不同 功能醫學會有更多解釋 但當然西醫很忙 很多症在看著 在外面排著 所以一般就是 你的問題是什麼 就了解你的症狀 寫下你的症狀 然後就出去等藥 你未必知道 你生活裡面有什麼 會構成有這個毛病 你也未必知道 你吃了藥之後 你再做什麼 能夠輔助 或者是減輕了它的效果 好了 不要緊 但一般大家的認知就是 藥到病除了 我吃了藥就會好 是 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這件事都是會發生的 但是也未必完全一定是 因為有些人就是 很持續的毛病 就來來回回了很多年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看 到底胃的問題 背後的情緒原因會是什麼 會不會是因為擔心 憂傷疲 憂是憂慮的憂 比如說中醫的說法 是不是真的有憂慮這件事 這個人是不是有很大的憂慮 很長期的憂慮 比如他擔心工作不穩陣 擔心被人解僱 他工作得很吃力 或者他擔心自己的婚姻 和家人的關係如是等等 他是不是最主導性的情緒 身體裡面最主導性的情緒 就是憂傷和憂慮 如果是的話 你用什麼方法呢 如果你只有一句說 你不要擔心太多 你不要想太多 其實這些是浪費的 即是不要想太多 和不要擔心太多 作為朋友說是OK的 但是不會因為你一句說 不要擔心太多 看開一點 他就會看開一點 不會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世界沒有人會自殺 沒有人會有情緒問題 如果針對情緒的清理 那待會就會教大家一個方法 就是不要鬧了 已經是簡化了 我已經找了一個最簡化玩的 就是EFT 教大家如何面對焦慮和壓力的時候 報導 因為有些人是擔心底 那個人是蠱擋底 不同的底,那你要如何去處理呢? 例如我這樣,我就覺得我去扔飛錶,或者射箭,我覺得這件事很爽的 而這件事,它的很爽是可以有一個針對性 例如我做事做得很生氣,或者生活中很多事情很生氣,我有一個疏度的作用 我就射出去,或者我扔飛錶,我只可以想著,那天很討厭,扔過去 即是你有一個針對性,很多時候我做討論,跟別人談的時候 它的壓力,或者情緒波動,或者處理不到的事情,就是去睡覺 但其實睡覺,我之前也提過很多次,就是你只睡覺,到底做了什麼呢? 其實是沒有的,因為如果你針對情緒的疏度是沒有的 你只不過放了一個pause button,按了一個暫停按鈕 你並沒有處理到這個情緒 為什麼沒有處理到?因為你每天都會睡覺的 我那天開心我就會睡,我不開心我就會睡,我失戀我就會睡,我拍拖我就會睡,對不對? 那為什麼睡覺就會是沒有處理到呢? 所以我們針對不同的事情,我們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問題就是香港真的很壓抑 香港你打開新聞看,你很壓抑 我不管你政治立場是什麼,你都會很壓抑的,看到香港的新聞 好了,然後有沒有特別的疏導方法呢?沒有 因為,舉例如你在美國、日本、泰國、英國 你覺得現在的政治氣氛非常壓抑的話 那不要緊,你不喜歡現在的一個人,你就下次選另一個 敵對陣營就可以了,在野的政黨就可以了 但沒有,你香港人不能選,什麼被迫著就對著他 然後他說自己做一些事情令你生氣,你又沒事你繼續對著他 這樣,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可能另一個是民生的問題 例如,什麼都會貴,為何會越來越貴 然後,居住的空間又小到一個不能 那麼你想要在家,舉例,我減壓方法 我是乘機的,舉例 然後我自己在房間跳跳跳跳跳 因為我不喜歡在外面跳舞,當我不喜歡 我覺得自己跳舞很不錯,我不想給人點倒 我把那間房子自己調 那人家說 我住劏房 我沒得逢機 隔壁會聽到 所以香港人變成你限制自己去宣洩的方法都相當之少 不要再說香港人的公事都是零射零射長 所以我想香港真的很多人是有情緒壓抑的問題 而他們都沒有辦法宣洩 所以那個情緒困在身體裡面 而沒有辦法宣洩是會影響到健康的 我想這個是媽媽的女人來的 不需要特別詳細說明知道 我想大家都試過 如果是做事做到爆錶 被老闆抓到瘋了 那段時間講的有項目要賣尾 或者你考試的時候 你發覺你病痛特別多 特別容易逛逛 那這些是你和我都應該是過來人 我相信這個不是我獨有的經驗 我們可以說的就是 譬如有其他方法 今天會講的就是一個簡單的EFT的Tapping方法 另外就是複雜一點的就是老祖宗 我叫做TFT 那個就算吧 不要說了 因為太複雜了 另外比如花精療法 花精療法 現在你看到阿鄭月妮正在賣 說針對睡覺的 他本身也是開發一個醫生的 Dr.Buck 就是花精他針對不同的情緒 剛才Dorma問關於麥倫杯 有些人都說 為什麼裡面好像有些東西 其實裡面的就是花精 因為花精是天然的 所以它有機會有沉澱物在裡面 還有我們花精之外 我們還加了一些精油 加了其他東西在裡面 即是有一個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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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叫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是水晶 OK 花精 和精油 他們互相有一個推動作用 你這樣理解 OK 但如果你們覺得不安 即是裡面有些東西 這樣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我不喜歡 那你可以 跟我們同事說你想換 OK的 那也是那句 如果大家有東西想問 或者有東西不明白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傳來 9172 922 WhatsApp 協同效應 協同效應 就好像你去聽交響樂團 即是不同的大提琴 小提琴 然後樹琴 一堆不同的樂器 有一個協同效應 OK 現在也有一隻 是就這樣一條一枝的水晶 例如一枝大的白水晶 或者一枝大的紫晶 粉晶 拉長石 茶晶 那樣 那樣 那個就不會存在 你覺得裡面有些東西 走來走去 那個效果 但是為什麼我說 再說下去 就是 那個杯那裡 如果你倒了它出來 它就會再受新的容器影響 你明白嗎 即是它在本身的水晶 麥倫瓶裡面 它就是受了裡面的水晶影響 所以它就有這樣的結構 即是它形成了這個形狀的雪花 但如果你突然之間把它倒進了一個膠杯 或者一個 我不知道 這些杯 那它就整個 它就整個那個 Structure 不同了 是啊 所以就不建議你這樣做 反而反過來 你可以把你要喝的水 譬如你過濾了 你喜歡用哪個牌子的濾水器都沒有所謂 你過濾好先 然後就把它倒進去 你的麥倫瓶裡 那麥倫瓶你怎樣選擇呢 其實第一 你不會存在選錯這個問題 OK 因為呢 為什麼不存在選錯呢 因為你有七個麥倫 其實大的麥倫是七個 但是不止七個 OK 那我們有七個大的麥倫 你怎樣理解這個問題呢 就是你有七個供電站 好了 想想你家裡的雪櫃 如果你家裡的雪櫃 整個都跳表屁 你可以想像到你雪櫃裡面的食物 都不是很小吃的 OK 因為它都會 整天都熱啊冷啊熱啊冷啊 這樣 這樣就出了倒汗水 一分鐘都發臭 已經壞了 還要發霉了 這樣 那你的身體同樣 在能量層面就是 它背後的那個麥倫 的力量 如果穩定和強健的話 你身體的系統 就會運動得很順 但是如果你背後的麥倫 它那個能量是跳表屁的 OK 那你便可以想像到 它不是很支持到你的身體的系統 一時好一時不好 那這個你可不覺得 更加能夠解釋到 慢性病的那個情況 當然 我們不好 永遠都是 兩個只能活一個的那種心態 就是說 一定就是 我這陣子累所以這樣 你可以這陣子累 再加上你有大的情緒壓力 再加上你的麥倫 相對弱了 其實很厲害好用的 就是我現在放了在 百德星間店舖那裡 那部麥倫機 你們隨時上去 當然你可以隨時上去 你也可以預約了上去 預約了就包補 我同事會很有時間 照顧你們而已 你放一隻手掌上去 OK 它就可以查到你的麥倫 極強弱 譬如你覺得你那一陣子 舉例 你是有哮喘的 但你那一陣子很好 沒有事 沒有發作 沒有扯蝦 沒有辛苦 你可以走上去查一下 啊OK 我的心輪 因為心輪管了心肺 還有氣管 皮膚 如是等等 放上去 咦 有八十分和 你又試一下 隔一排 到你已經扯了蝦 然後 很辛苦的時候 你又走上去再試一下 你可能會發覺只有三十 OK 或是二十 那你就知道 原來這個大的供電站 這個理論 這個儒家理論 存在了幾千年的儒家理論 OK 咦 可能會合理 當然 如果你問西伊 西伊當然是說這些是垃圾 當然沒有這些 但是 這個世界除了西伊以外 還有很多東西 OK 我不是跟西伊要差一天的長短 我也不是覺得 我認識很多 他們不是 不是 反而就是 我提供其他的看法給你們 讓你們知道 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我上次也是這樣說的 如果 你好像我這樣 中了流感 OK 記住 我初時不知道我中了流感 我只覺得我很不舒服 我連眼睛都睜不睜 我就在床上不停睡 那 後來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是遮掠布甸跟我說 喂 阿姐 你那些像是流感 我說是嗎 但我那時候已經差不多好了 那 我這樣說 以科學知名 我應該去檢查一下 這樣 我檢查了 我有化驗報告 我上一集都養了出來 是不是 的確還有很多流感 那 我現在就會跟大家說 如果你真的出現 我以前咳到趴在那裡 然後全身骨痛得很嚴重 化燒頭痛 第一時間衝去醫院 OK Check 然後 要吃藥的就吃藥 OK 就不要像我這樣 我自己都承認我是掉以輕心的 我是不小心的 但是 喂 始終我生同日子有功 始終我能夠輕鬆斷食幾天沒有問題 好像我笑了 我禮拜 我禮拜 我禮拜幾來到 我來到的第一天 對了 我那晚吃 當然是吃和牛 你去到日本 是不是 三百多港幣 可以吃很漂亮的和牛 肥膩膩的 我去吃燒肉 然後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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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任吃 哇 我吃到飽到 我變了 我第二天 整天我動不了 然後我整天飽到 我整天飽到 我整天飽到 然後我就是 我不行了 我吃不到 我全天吃不到 我去之前我還在說笑 我還在說 我去日本 我一定不會斷食 誰不知 事與願為 就真的斷食了 因為 肚子已經告訴你 我不行了 大哥 你吃得太多 我已經輕了機了 對了 同樣地 我上次 流感發作的時候 其實你想一下 我沒有多久之前 我 但是我現在已經清了 我有一個 遇到一個朋友 他說 他之前中流感 是 在說 再剪兩三個月都清不了 我覺得 生酮有用 如果我不是生酮打好底 的話 我又怎會 可以 沒有吃特敏福 沒有住院 沒有做些什麼 我現在已經 沒事了 走得走得 還要走到日本 去日本玩 真的 很OK的 我覺得很沒問題 但我不是 建議你們這樣做 你明白嗎 始終你的命是你的 你不能夠 好像我這樣 既然你可以 那我也可以 那你生酮我也生酮 不要 承擔不了這個責任 好 這個時候 是要串一下人 有一個叫 泰巴拉奧 女王 她用王重的王給我 始終都鍾情胡官 政界 政綱界票 釋貨 是啊 因為我認識她 我知道她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你認識不認識她 你支持她 不認識她 不認識就閉嘴 黃森 女王是台灣妹 為什麼說得很地道 因為我媽媽是台灣人 但是我在香港出生 我香港長大 其實我是零歲到兩歲在台灣住 然後就回到香港 然後就在香港住到十多歲 就去了加拿大 然後又再回來 然後去到二十一 二十二 才去台灣再住一年 所以沒有在台灣生活過 台灣有什麼東西吃玩 其實不足 Mee Wong就問 我在你店舖買了兩顆薩滿魔石 有沒有指定放的地方 或者特別處理 沒有 看你自己喜歡 好像寶天堂我 就很變態 我們是代在身 OK 因為我們 你想想 我每天都要見很多好病的人 對不對 所以 始終都會想強化自己的氣場 所以我會代在身 那你當作一個保護 舉例 如果你要去殯儀館 你有朋友 要去搜餐 叫你陪他吃飯 跟著 撞一下膽 這樣 那你就最好 代在薩滿魔石 因為它的能量很強 OK 那你說 你說了 我怎麼知道 不要緊 你又是可以嘗試 上去八達星街 我店舖 把手放進去 就這樣試 查看 看你自己的麥論如何 然後 縮手 就拿著一個膽 撒滿魔石 再把手放進去 你再看看你的麥論 它明顯會有分別 OK 那現在 很慶幸 那部機器買回來 我不需要自己人手幫你們檢查 如果要人手檢查 都還是可以特別安排 但是 用這部機器就快手 不用等我 對吧 那兩塊石 你喜歡你不嚴重 你可以放在身上 OK 如果你說 不要 那袋 那袋的袋 你可以放在床下底 OK 或者你說 我日子在公司十幾二十個小時 那你就可以放在你的寫字桌 譬如櫃桶 總之你的周邊法律 我今天沒有帶 但我其實有一顆薩本魔石 是小顆的 就是做了吊咀的 那顆是沒有轉穿的 那個人是 黏住了頂子 我們也有一個方法 是紮繩 紮繩 帶著一顆石 薩本魔石 跟漂亮無關 但是它的能量非常之強 OK 對了 那麥克林 就幾個月以來 你和媽媽開始吃Q-10 譬如有推薦 說有充電作用 不知道內王隊的補充 有什麼意見 OK 如果你有吃膽固醇藥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吃 我自己個人不會吃 我個人看到鵪腸蛋 第一時間衝過去 看到豬肝、牛肝、雞肝 第一時間衝過去 越高膽固醇 我越吃了 因為我知道 如果要保持皮膚 大家看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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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女算是這樣的 這樣就有化妝的 但是 都沒有什麼紋 OK 其實 因為性荷爾蒙 就需要膽固醇的 你的身體要轉化維他命D 去留住鈣質 鞏固你的骨落 都需要膽固醇的 還有 你的大腦 你想不腦退化 然後就 呃 都需要膽固醇的 所以我就 不會按燈我的膽固醇 是個人選擇來的 轉頭又被西醫鬧了 所以我就不會吃 但是 如果 那個人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在吃膽固醇的藥 他就需要 吃Co-M3Q10 因為 膽固醇藥 Statin 它是由 膽固醇的生成 它整個 metabolic pathway 就是它整個生長過程 它是連根拔起的 但是那個連根拔起 是會連Co-M3Q10 都生產不到的 所以就會出現 如果你看副作用那部分 你就會明白 不能夠掌控肌肉 就是你好像沒有力 那你的心跳可能會亂 還有 尤其是對心臟有些影響 自己看那個說明書 副作用那部分 如果針對那些人 特別需要 吃Co-M3Q10 正常人 你問我 我沒有吃任何的 supplement 沒有 沒有 如果你問我 我必須要吃 supplement 就是說 哎呀 都吃點安心點 那一定不是維他命C 我再說一次 因為維他命C 我為什麼不 檸檬 我喝檸檬茶都可以 簡單說 你明白嗎 冬檸檬茶酒甜 酒飲館 酒羹 那已經有了 而且當你的身體 不吃澱粉質的時候 你是不需要那麼多維他命C 我舉個例子很簡單 我以前的節目也有說過 就是 行選 他們說會有 壞血病 因為 沒有維他命C 牙又流血 牙又掉出來 牙肉流血 牙又掉出來 然後關節腫長 就要死 對吧 你留意行選的人 吃什麼 薯仔 還有 其他根莖類的蔬菜 因為要存放 你留意另一種人 是沒有吃維他命C 也沒有事 但是可以 就是愛斯堅摩人 Eskimo Inuit 就是他們的真名 但他們沒有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澱粉質和維他命C 兩個是競爭對手 當你有澱粉質在身體裡的時候 即是糖 你是必須要有維他命C 就算你有也好 我可以跟你說 你再多也不夠 再多也不夠 因為一定會是 你身體裡的糖 是比身體裡的維他命C 所以我經常都說 It's good for business 你明白嗎 你吃澱粉 藥廠很好 食品飲品業界是很開心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些醫生 我都說自己是 但我都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不出名 經常在攻擊我 可能他受了某方面的贊助 我不知道 那我就沒有 我都叫大家留意自己健康 提供多一點角度 給大家解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斷咬著我不放 那些人真的很 不知道 很空閒 OK 好啦 那就是Ray SYT OK 陰公 中了流感 沒辦法 醫生開了等吻覆 吃了整個省勢 到現在還有反反覆覆 Ray 我不知道你的反反覆覆是怎樣 OK 那你給我一些Description給我 那你見我經常都說 其實我要強化自己身體本身的治癒能力 OK 如果只吃藥可以救回我們的話 那應該這個世界外資病人是不用死的 那外資病人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問題 是因為身體的免疫系統已經報廢了 當然他現在有Cocktail Remedy 那如果你看到外資病的粉豆豉 我講的是 真的外資病人和藥廠的粉豆豉 是很值得我們借鏡和參考的 因為他們最初外資病的藥是天價的 那後來是素人 素人之亂 OK 是普通的外資病患者 他們走去Research 然後他們發覺有什麼理由是這樣的價錢 然後發覺其實藥根本不應該是這個價錢 不是他自己主觀覺得不應該這麼貴 是其實他裡面的成份 或者是他不需要這麼貴 他賣去第三世界國家 比起過期的藥賣去那裡的價錢也不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在美國是掀起了一場運動的 而那時候的副總統呢 是 小布殊的副總統叫做 Inconvenient Truth的那個 那個專講環保那個人 我忘了他的名字 好像他是他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去簽署的 和藥寵爭的 那後來就變了便宜 現在是accessible 很多人 如果不是外資應該死了很多很多人 所以 Rae去 我會建議你 上一集有提過的 就是Pardiarcho 就是黑種萊樹皮 這一種的食物 你用來沖水去喝 其實他對你的身體裡面 對身體很好的 他本身對Virus 就是病毒 然後Bacteria 細菌 有抑制作用的 Antiviral Antibacterial Antimicrobial Microbial 是微生物 OK 你這樣會強化好過 而且如果真的 你的反覆acin 還有咳嗽 你不妨考慮一下中醫 真的 生童期間做什麼都可以 Maze Maze 我見過你了 Maze 你不要這樣 Maze 乖 Maze 我們的祖先 遠古時代那些 如果他不是生童的時間做運動 你猜他生童的時候 睡在我看電視 怎麼會呢 他生童的時候 他都要去斷 他都要去打獵 你要記住 我們人類的進化 八成九成的時間 都是生童的 我們不是吃粥粉麵飯 養活這個 Homo sapiens 我們這種人類 OK 記住 我們的祖先是Hunter Gatherer 來的 是狩獵採集者 是狩獵仙 跟著才採集的 OK Phoebe B Can I just consume coconut olive and avocado oil no animal fat 人呢 其實呢 我跟蛇利布丁 遲些會說 但這個話題太過 controversal 太過有爭議性 很多人你們會生氣的 我知道 但都沒辦法 我們人呢 是by default 不是吃債的 真心 我吃了十年了 過來人 OK 即是你布丁吃了幾個月純素 很糟糕 我們兩個都出了很多問題 我們有利齒 我們後面有些扁的牙 就是齒肉 以及可以咀嚼到蔬菜 我們是Omnivore 即是Between Herbaphore 即是草食系 和肉食系 我們是中間 兩者都吃 但是如果你只是草食 即是食債 維他維 B3 對眼睛有關鍵作用 你就 OK 不夠了 沒有了 你的眼睛很危險 我曾經見過一個 consultation的客人 純素了三年幾四年 一邊眼完全沒有視力 另一邊眼剩下一半視力 我叫他做什麼 我叫他遠離蔬菜 真心的 真的 你說不是呀 你叫我女王 你叫我們吃七至十杯蔬菜 正常人是這樣 但他的個案不一樣 所以是個案不一樣 所以是個案不一樣 我不會每個人 教你吃的東西 都是一模一樣的 OK 好了 所以你要看情況 而現在外國很流行的 一個叫做Carnivore diet 就是唇肉食 只吃肉 肉 芝士 奶淚製品 有很大的迴響 很多人在討論這件事 我會說這件事 可能下一集 繼續引起抵抗症 去說 這件事如果你要做 是安全過 你吃純素 吃純素會不會有危險 你不會死 坦白說 因為我們剛才所說的 B3 一定不夠 B12 只有在動物組織裡找到 在植物裡是沒有的 而B12對腦 是很重要的 對很多東西都很重要 所以不建議 不是不行 但我不建議 生同期間 是不是不可以吃中藥 那你猜我做什麼 我有些什麼 頭暈身體我都吃中藥 基本上我不吃西藥 OK 幫中 我在店裡 即是我的店 購買了 黑色水晶石麥倫水杯 喝了有點怪怪的味 是不是水晶色出來的味道 不是 是花精的味道 OK 那粉紅杯就沒有味 OK 不奇怪的 第一 就是 因為黑色那個 是排病器的 Earth Chakra 即是大地 OK 就是把你的身體 那個病 不舒服的病的氣 透過你的腳板 你看見人們 臨睡不是出去貼那些竹貼嗎 對嗎 第二天睡醒的時候 就濕透了 這樣 其實類似的概念 就是透過我們的竹底排出來 那些病 所以可能是你特別對這個有反應 或者你特別需要這件事 反應特別強烈 所以你會覺得 水特別不同味道 還有你可以安心的 就算它有味也好 就算你說它應該滲出來也好 那些其實是花精來的 所以問題是沒有的 因為花精我們自己平時都滴在口裡 即是你看到現在正月來買的那個睡覺的那個 它那個是混定了的 就是Sleep Rescue 你看到那個牌子是B-A-C-H 那它另外一個更加出名的 就叫做Rescue Remedy 它叫Sleep Remedy 我忘了 Anyway 藍色蓋的 它是五種花精混了 平時我做Consultation 見完客人的那些 我就是我幫你們混 就是針對個人的情緒 問題情緒的反應 而我們個別去混 但是當然它這些現成 你們都可以去買的 如果你需要幫助睡覺 或者幫助抗壓 它兩枝的 Rescue Remedy 黃色的就是針對壓力的 藍色的就是針對睡覺的 沒有弱性的 是花的精華 Hidy就說 最近寬關節痛了八個月 只要X哥兩次都說沒事 醫生說沒事 推拉斯說 沒理由痛 這麼久都不好 到九成之後 我現在腰痛了 整個月都不好 很慘 是不是底輪差 底輪和生殖輪 因為寬關節其實和底輪有關 但是這個位置如果高一點的話 現在到腰的話 其實就是底輪加寬關節 不要緊的 你可以上去我店裡 你傳個WhatsApp去9170-2922 你就跟郭小姐說 你想預約上來做一個默輪測試 就是把手指去檢查 檢查完之後 你隨便買什麼都沒有所謂的 我們就會抵消了 當然如果你什麼都不買 我們會收回你180元 但我想說 其實外面是收到600元的 我們180元是市價的三分之一 都不到 但都是那句 你買什麼都可以 就會抵消了 你可以看看你 底輪和生殖輪的分數是怎樣 我接下來說聲音治療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聲音治療 是非常之有效 可以幫助我們 強化到我們的默輪 好了 繼續說 我今天要講四個層面 就是 OK 舉例 我有一個 譬如 我用我自己做例子 因為我一定是講得最好 就是我頸痛 我以前長年頸痛 你問我有沒有什麼 你不是經常拿著電話玩 其實我又不是 我這樣說 我對比起大部分人 我時間都不算特別長 可能做事要回覆WhatsApp 或者有什麼事情要馬上回覆 會的 但我不會不斷有Facebook 有Instagram 有Twitter 不斷地看 我沒有的 我不會拿著電話報劇 那有沒有什麼大的意外 或者是有沒有骨刺 那些全部都沒有 那你怎樣解釋這件事 我一直以來 我已經放棄了找解釋 那我就不斷頸痛 是頸痛到 以前很嚴重 試過有一段短時間 我那時候還在D100 我是 簡直下不了床 頭幾天 不是真的完全下不了 但你要擅長下 應該說你這個人起不了身 你沒辦法這樣起身 那你就 嘔吐這樣 這樣 走下去 就是用雙腳 雙手這樣 幫自己抬自己下去 就是你當成像頸對上 動不了 那 那個應該持續了幾天 然後 又去到 一五年 差不多 不是 一七年 七月的時候 大約五月還是七月 我整個左手 手臂沒有了感覺 我當時有做私房菜 我是拿著那個鍋 我是不知道自己拿得夠不夠實 因為你沒有感覺 那你就拿著它 而鍋就掉到我的腳 因為其實我沒有拿實 而自己不知道 那裡面那個鍋是熱的 哈哈哈哈 滾出六腳趾 是很差的 而大部份的時候 當然不是這兩個那麼嚴重 但大部份的時候 頭會很痛很痛很痛 很痛到 是個人功效到的 那你吃止痛藥 它可能會 叫做沒有那麼痛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比你還好 但是之後 它轉頭又會痛回 這樣 那 它一痛就痛幾天 我以前發覺 最有效的方法 對我以前來說 就是做按摩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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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種髮型師常常說 一樣 包門口 不包街口 它幫你揺肩膏 很漂亮 但到門出口 都還要包 但已經包不了街口 即是我頸部還是 是 啊 到門出口都很舒服 但是 你真的回到家 或者幾個小時之後 它已經有癢 但是我是沒有解釋的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看的一宗新聞 就說有一個人因為長期頸痛而跳樓 我是relate到的 因為太痛你這個人靜點 功能不能做什麼都沒有心機 很辛苦 那好了 我發覺有人就是 我去旅行的時候 是沒有那麼痛 可能每一個星期左右 就會這樣 但是不會痛到 之前所說的那個人不能動 譬如我去日本 就會覺得沒有什麼 或者他就算有冤 都是比較表面的 我開始了解到 可能是跟工作壓力有關 跟個人的環境 剛才開頭是說 Barrell的酒桶效應 另外那位醫生 叫做Dr. Doris Wrap 他所提出的Barrell effect 就是你要清空自己的酒桶 我發現原來我去日本 清空了我的酒桶 我身體就處理到痛症 身體發炎的情況就好了 好了 好了 但接著 我發覺按摩叫做幫到 因為我是 physical 的痛症 physical 即是肉身的痛症 我用按摩的方法 physical 的解決方法 但後來發現 已經多了一件事 就是跟情緒壓力有關 再下就發覺 我就想說 以前我做瑜伽老師訓練的時候 不是說麥倫嗎 這頸 不是剛好對應到喉倫嗎 對呀 我喉倫真的特別差 我就開始看到這四件事的關聯 再下就是 靈性層面 那時候我上了Kevin Turner 關於煞門 Shamanic 的訓練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叫Extraction 即是 不應該在這裡的東西 就 抽走它 這樣 抽走那件事的時候 我就記得 我是很幸運的 是Kevin Turner親自幫我做的 因為 你們知道這些同學 未必全部都是雙數 也會有單丁 那次他找了我做那個示範 Kevin Turner 是在我的頸子裡抽東西 之後又覺得是好了 OK 你看到就蓋上了 肉身 情緒 能量 和靈性層面 OK 好了 我們說回頭 講到靈性層面那裡 我舉一些例子很簡單 我不想大家覺得好像很亂 我不會聽得懂你說什麼 靈性層面我想大家都聽過 有些人嚇到傻了 是不是 有聽過 或者嚇死了 或者這個說笑 有些人就說 嚇完之後大病一場 大家都有聽過 是不是 我自己親身又認識一個朋友 他爸爸呢 很多很多年前呢 就去馬尼拉 OK 出business trip 公幹 他就親身在酒店房裡 俗稱的撞鬼 那件事是真恐怖的 我也免得在這裏說 他告訴我的時候 我都聽到 臉青了 簡單來說 就是他爸爸 晚上睜大眼就看到他 站在那裡 他爸爸嚇到之後 大病 病得差點死 這件事我本來已經忘記了 但我早幾天做討論 有個客人跟我說 他爺爺 以前住在唐樓 我忘記了一個故事 但是呢 就說 他旁邊的唐狗 突然之間走過來 就咬了他爺爺一口 就嚇到他爺爺 和他本人 之後他爺爺 沒多久 就過了生 他就由那時候 到現在都很害怕 好了 為什麼我要說這個例子呢 因為 很簡單 如果你說事件來說 那個客人 我見過的時候 他可能都 我們大約 當他四十幾歲 那他同年的時候 就是幾歲的時候 發生的事 過了四十年之後 為什麼還會有影響呢 他為什麼還會害怕狗呢 正如我小時候 被鹽蛇嚇到 我是一直都害怕鹽蛇 直到我後來處理了 這件事 我想說的是 就是害怕狗 好像他害怕狗 我害怕鹽蛇 這件事 就是叫做 Energetic Imprint 那個能量印記 的這件事 是未清 它還在你的身體裡面 大家明不明白我想說什麼 即是一件事很害怕 發生了 而這件事發生了很久 但它可以是五十年前 它可以是昨天 它也可以是半年前 但這件事 不論是病也好 一件創傷性事件也好 或者是一件驚嚇的事件也好 總之這件事對你有很大的影響 有很大的影響 而這件事的影響 它有一個能量 而這個能量的印記 就在你的身體裡面 一直都沒有逃離 如果大家 像我這樣 有這麼近一年多 看過一部劇集 叫做《Sex in the City》 裡面有一幕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就是女主角Carrie 就在那裡說 然後 其餘的三個朋友 就問她 誰會告訴她 他們三個看著對方 就說 喂 哪個女人說 然後另一個人說 你說 他們說完一段 然後Carrie就說 What 什麼 說什麼 說什麼 然後 其中一個就跟她說 You are obsessed with Mr. Big 即是她不停止不了 不停地去說 她那個男朋友 那時候可能分了手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 不停地說她 你發覺 如果一個人 她很obsessed with 一件事 即是她不停地說一個人 或者一件事 其實那個人 或者那件事 對她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個能量印記是在那裡 除非你清掉她 否則她一直都在那裡 即是我們說笑地說 即是你見那些鬼片 就說那隻鬼 一直 過了幾百年了 大佬 即是傳說中的關公 過了幾百年 都還在竹林裡面 大叫 還我頭來 還我頭來 直到 就說禪師出現了 喂 好 我給你一個頭 那你給你 你斬了那些頭給別人 然後她突然說 對呀 我給不回人 所以她突然就 叮 這樣 即是 當你是卡住了 在那個位置 你就是卡住了 所以不要以為 我睡了覺就會清了 我睡了覺就會沒事 那些時候 你就放了一個pause button 暫停按鈕 但不是解決按鈕 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真的睡了覺 就會沒有的話 那如果是這樣說 我剛才說的那個客人 他應該 喂 40年前睡了個覺 以40年來每晚都睡了覺 那為什麼他到現在還怕那隻狗 那隻狗死了很多次 死完再投胎再死過 你明白嗎 為什麼他還怕那隻狗 為什麼我到教早前 我還在怕驗蛇呢 因為那個能量印記還在 那那個能量印記 你是要清走它才會沒有的 明白嗎 那我等一下示範那個TFT 那個拍打方法 其實 Sorry EFT TFT太複雜了 真的沒辦法教你們 因為那個真的要讀的 還有很多個level的 但是EFT就很簡單 他打的那些位置 你如果你就亂打 不是不打 他都有用 但是如果你針對聖地打 會更好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你要告訴你的身體 是針對這件事的能量印記 OK 那如果你說 喂 我不會tap 那我可以讓你們看一看 我用來幫客人清的道具是哪些 給幾秒鐘我走開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你看到嗎 相對大個的 如果你對應我的手掌 你看到是大個的 OK 那我也說 如果那些西醫 或者是那些 很火學的人 那要笑 那就笑 不要緊 你儘管笑 因為你覺得你的西醫是萬能的 你覺得那道方法是能夠 救全地球 令到所有人都免於疾病的 我會很希望見到一個畫面 真心 但是以我認知就是 我知道身邊很多人有慢性病 還有很多人吃了藥都不行 所以我本身是一個Energy healer 所以我會用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和撒彈是沒有關係的 Let me just please 跟大家說清楚這件事 這東西是和能量有關 和光有關 這個你看到是相對大的 我的手很大隻 和冷氣remote 給大家比較一下 OK 看到嗎 OK 大家很熟悉的Wi-Fi彈 看到嗎 這個我在西班牙訂過來的 這個整個都是金的 不是內到外 是外面包金的 你看到它的形狀很大 這個是清理能量 它的尺寸大 它的能力大 它清理地方 清理人身體裡面 所以為什麼呢 我做Consultation的表裡 有一句 有一欄 要大家寫的 就是大事件 因為如果一件事發生了 我不管 是剛才所說的 被小狗因為咬而嚇倒 還是小時候 有一次你晚上睡醒 見不到媽媽 你哭到呼天搶地 從此之後 你很害怕 晚上一個人 或者是你成年之後 有一個黑骨冥心的愛情 都可以 你放心 一定是保密的 我不會開名 我不會開名 說你的事情 就算我真的 必須引用你的例子 去分享 好像剛才去教學 去講給大家聽也好 作為教育用途也好 我是不會說名 如果我知道你哪件事 是什麼時候的影響 我們不能針對那件事 去清理 你既然約得見我 你不是約去看醫生吃西藥的時候 我既然會做這件事 你當然盡量寫詳細一點 你告訴我 你什麼時候失戀 或者是你明白了 發生過什麼事 對你是有影響的 我們將那件事的能量 印記清理它 你會感覺到不同的 譬如 有些人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太太 她很漂亮 很有氣質 她進來後 她說 我瘀走 然後我打了一個突 完全不像 然後我幫她做了一次之後 我沒有叫她再回來 她再預約我一次 她告訴我 第二次的時候 她說 她做見了我第二天 遇上快樂的時間 她倒杯走出來 她放進去 她想喝 聞到一股味 已經覺得怪怪 不想喝 放下 然後再隔了幾天 就好像她和她老公 我忘記是 結婚週年紀念 還是拍拖週年紀念 還是什麼 她就說 她老公叫了一瓶酒 她好像還說是Kianti 還是什麼 一瓶酒 想著兩個人喝 但她沒有意欲想喝 她說很奇怪 她說不是因為我見完你 我覺得我不應該喝 或者是喝酒不好 她說不是這樣 是我不想喝 如果你在能力的角度 很簡單 就是 你的能量 那個震盪 你升上來之後 舊有的東西 就會變成脫離了 即是你離地了 所以她覺得不想每天喝酒 她有一個意願 然後你再配合這個意願 如果你有一個意願 你配合這件事去做 Energy Healing 那你就會加強了 你的意願在你身體裡面 有一個反應 這就是Strictly Energy的角度 我自己替我自己清了 就是說 我不想再怕驗蛇 我清了 我也有做一些Tapping 就是想起驗蛇 那時候 這樣可惡 有一個點 然後我就Tap Tap完之後 就發覺 我現在是沒有東西 我也針對我很害怕的青蛙 我也做了一件事 我現在在SOGO對面 看著那張Apple的照片 在一隻青蛙仔 坐在一個花裡 我覺得很有趣 我以前是沒有可能 我會變成成圓圓不出 跟我說算 這樣 但我現在是看著 這個挺有趣的 所以是挺有趣的 你發覺如果那個人 是沒有辦法 停止去說那件事 還有 他不停地說那件事 對他的影響很大的話 你要明白 他未必是想這樣 他是因為他能量印記未清 包括前女友 前男友 前妻 前夫 OK 好 現在教大家關於Tapping 這個Tapping 就是 這個已經是Basic Procedure 大家很冷靜 這樣 就是 我講的是英文 我儘量翻譯中文 OK 有分三個步驟 就是 The Setup The Sequence The Nine Gamut 有少少長 大家給少少耐性跟我 OK 那個英文就是 Even though I have this OK 你自己套下去了 This problem This addiction This 不知道什麼 I deeply and completely accept myself OK 即使我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 可以什麼問題都可以 即使我有一個吸毒的問題 即使我有一個濫交的問題 即使我有一個瘀酒的問題 即使我有一個什麼問題 我都深深地及全然地接受我自己 OK 那你一路講 你要講幾次 講三次 那你要怎樣做呢 就要一路打一個位置 OK 就叫做Clarity Chop Point OK 就是這樣 那舉例就是 我有什麼問題 我有... 我有很多問題 哪一開始呢 我有爛份的問題 好嗎 爛份豬 OK Even though I have this sleepy head problem I deeply and completely accept myself Even though I have this sleepy head problem I deeply and completely accept myself 好了 現在講中文了 即使我有這個爛份豬的問題 我深深地及全然地接受我自己 OK 好了 打完了 現在每一個位置 就打五下 OK 那我打算有懶份豬問題 這裡 眉頭的位置 看不見到 OK 那你用三隻手指 1 2 3 4 5 OK 第二就是眼尾 即是出語尾紋的位置 1 2 3 4 5 OK 下面是什麼 眼底 1 2 3 4 5 OK 然後到人中 1 2 3 4 5 OK 然後到下巴 1 2 3 4 5 好 然後到鎖骨 鎖骨的頭 燈光 麻煩配合畫 鎖骨的頭 下面 1 2 3 4 5 OK 再下巴 這裡是胸帶 女仔 胸帶 胸帶對下胸帶的位置 1 2 3 4 5 行不行 OK 手指 外面 1 2 3 4 5 這隻叫什麼手指 1 2 3 4 5 1 2 3 4 5 這個可以跳 1 2 3 4 5 然後到這裡 1 2 3 4 5 行不行 OK 你做這個過程的時候 你多打個五下是沒事的 你可以打五十下都可以的 十五或者有些多有些少 都不要緊的 這些全部是什麼呢 其實是不同的經絡的起點 無論你的情緒是哪個經絡引起的 有些人會犯罪 就是會有焦慮症發作 會有恐慌症發作 會有很大壓力 我老闆又來了 那些 我老婆又瘋了 這樣 這樣會衝進廁所 立即 踢完之後 出回去 OK 好了 我下次再教大家 Step 3 Step 3 就是9 Gamut 9 Gamut 那裡就複雜一點 我有一次在節目裡 跟阿姐的布丁示範過的 不過她做錯了 不過不要緊 我下一集真的認真地告訴大家 那你現在可以試一下 剛剛做了Step 1和Step 2 有用的 不會說要做了三個Step 才有用的 放心 當你覺得 很慌了 開始慌了 開始慌了 開始擔心了 開始緊張了 開始焦慮的時候 就做一件事 OK 你可以說 即使我有抑鬱症 即使我有焦慮症 即使我現在腾仔雞 OK 我都心心地 及全然地接受自己 OK 好不好 今天講到這個 記住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WhatsApp 9170-2922 還有最後講一件事 就是我們慶祝母親子 母親很偉大 我希望我的貓都覺得牠們慢慢很偉大 我希望母親子都能收到我寶寶的卡 但我知道牠們什麼都不會做 還會要我執屎和橙屎 不要緊 但現在我們的洗頭肩很好用 你看看我的頭髮多漂亮 看不見到嗎 我想告訴你 我去我的髮型師 我的髮型師 一直說我是Virgin Hair 柱女的頭髮 即是不是個人 是頭髮沒有經過漂染 但其實是有的 我是負離子再染色 但她都說 你用什麼 她只能這樣問我 因為我的頭髮真心亮 看不見到嗎 天使的光環 哈哈 日本的青虎 下面的啡色 是因為之前染青色 遺留了 無論如何 我想說的是 洗頭肩 我們今個月 即五月 是買二送一 如果你買兩塊貴一點 就會送一塊便宜一點 三塊同價 無所謂 每人可以買一套 你就可以自己 再加上給媽媽 或者是老公 兄弟姊妹 分享用 裡面是沒有色素 沒有人工的色素 食物的有 例如紅菜頭是有的 例如現在有些瑣色的 舉例有Hannah 那你就不用染頭髮了 你明白嗎 然後有蝶豆花 如果你染了青色 藍色的 用蝶豆花 我特意找人做的 配方是我的 全部的方都是我的 有一集我們說過 裡面的鹼 是海水鹼 是很漂亮的 用料 沒有人工色素 沒有人工香精 也沒有值的 很多泡 用完之後 不用用護髮素也可以 那就 上去試一下 順便約做麥倫測試 拜拜